一家私人海陸陷探公司說 該公司在曼加拉灣探測到可能屬於馬航失蹤客機的物品 這間公司的探測地點距離澳大利亞西南沿海的目前搜尋海域幾千公里 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希山穆丁說 有關當局正在努力核實這間澳大利亞公司的說法 但澳大利亞聯合搜尋行動協調中心認為 這間公司的報告並沒有價值 堅持認為目前的搜尋地點是正確的 調查人員確定目前搜尋區域的依據是衛星數據 以及據說是發自失蹤客機黑盒的信號 該澳大利亞公司利用銅像和輻射技術搜尋海底物品 如屬於失蹤客機的鋁、胎和燃油 該公司表示目前還不能夠斷定探測到的物品 是屬於失蹤客機 但要對這些物品進行調查 本鍵會在改變 李卓沃 他在改變 有關於未成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